Hello 大家好 又是9月3日晚上 可能播出时间已到9月4月凌晨 继续和大家桑普论证 comment like share 希望大家欢迎大家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Patreon每月订额付费的赞助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大家继续鼎力支持Patreon link就是基本上在我的留言的第一个置顶的留言 希望大家看到留言最重要的地方有个link 可以每月订额付费去支持 还有大家看完广告看完片 利用Superfans的功能赞助支持本人 多谢各位 我们继续讲关于香港的新闻 上一节讲的例子比较长 今天这一节希望尽量短一点 我提醒自己不能够继续讲长篇大论的东西 我们继续讲关于香港的新闻 香港新闻今天有两三宗新闻 虽然是零碎 但是我想都影响多大 这个影响大对于个人 或者对于一件公义的事 影响继续扩展 希望大家都明白 我们对这些事都冥记于心的 首先讲欧加伦 欧加伦大家知道 就是涉及立场案 煽动的文章 我当时评论 一讲立场新闻案 大家评论 没有什么人看的 OK 为什么呢 灰嘛 不是害怕的 是因为 哎呀 又讲这些事 心臆啊 创伤后遗症啊 有一种呢 是继续讲这些事 会不会写到自己的心更短 但是我们做人呢 如果论惨 你及得上在世监狱的人惨呢 你及得上流亡在外地的手足惨呢 在香港的人是惨 但是我们不是因为惨 所以我们要选择断片 希望你们某一个时刻 不需要立刻的 某一个时刻也都希望 重拾这种勇气 去正视自己 慌乱焦虑的心冤是什么 而只有你看破你的心冤 才能够超越 我想这一点是重要 我自己相对容易的 因为我每天都要讲新闻 每天都要跟大家评论新闻 我觉得没有大家一直是闭口不讲 在香港默默营生的人的压力大 我最近见到一些是由香港来到台湾的人呢 都觉得输了口气的感觉 哇 就是好像心肤虚不大胆 整件事不同了 那我希望大家休息完之后呢 可以继续正视刑事 也都不要忘记 新闻继续发生 事实继续演变 不是你不理他 就等于不存在的 那我们其中一个重点就是 立场新闻案 将会判的就是大家看到林小彤 Patrick Lam 还有看到钟佩权先生 他也是会被判监 那判监是否超过他分别错十个月和十二个月呢 已达到两年的最高上限呢 是不是都要入策继续在复刑呢 不知道 我希望尽快有结果 也希望每个人都承受 这件事最大的物影响是两个东西 第一就是煽动意图的定义 扩张去到罔顾 换言之 只要你看到煽动内容的东西 你纵容他发表 你就可以错 现在不是两绿 用新煽动意图罪 七绿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第二件事呢 就是欧加伦 因为里面点到很多人的名字 你点罗冠聪 张军阳 我都走了 你讲一大堆的通緝都没用了 因为呢 人家真的走了了 OK 真正的问题就是说 仍然留在香港的人嘛 而他点名的 起码欧加伦有好几篇文章 那么 欧加伦大家都知道呢 他在中文大学的 新闻传播系 新传系 任教的 那么开学日呢 突然因为九月刚刚开学了 突然休假 贴出来就是onleaf 他是professional consultant 那么休假呢 呢 相当令人觉得 什么事啊 原任教方目 改由其他人代替 而欧加伦就不回应 校方就说呢 欧加伦是因个人原因申请休假 那么 哪个主动哪个被动 什么原因 大家很清楚了 不需要你讲 大家都会猜到 你越是说 因个人原因 他申请休假 你反反方向想 就知道 因非个人原因 被休假 那这个事实 立场新闻案 上个星期四判决 欧加伦有四篇涉案 文章被裁定 据煽动意图 是否未来都会被告呢 不得而知 他本人两年前已被捕 获准保释至今 但警方上个星期 揚言会研判是否检控 即是说呢 他基本上 警方只是看着 要不要将他再凑一遍 检控这个罪行 有法律家人士认为 如果要告的话 我想用旧煽动罪的 新煽动罪的话 是2024年3月23日之后的事 现在 他看到那些涉案文章 都是这个之前 我想都用旧煽动罪 但是不是用这个地方来告呢 那就看他乖不乖 或者逗他 问他 施压给他 想搞到他心慌意乱 接着看他 每日都会在惶恐中 可能这样 如果已经 循复到他 就不告他 循复不到他 就告他 所以这件事 用法之妙全乎一心 因为法就是统治者的极权 党棍工具 要勾你的随时可以 不是讲道理 不是讲逻辑 不是讲常识 不是讲法理 不是讲法理情 完全讲党的主观意志 就看看他 邮家伦是否一个 被循复得到的一个人 做一个人的样板 人干的样板 丧尸的样板 当然邮家伦 不会那么容易被循复 那中间的位在哪个地方 会停下来呢 不知道 大家摸着走 有法律界人士认为 政权可能针对他的文章 而检控他 直言 欧家伦正是身处危险的境地 这个肯定 相信你说 那你安格林尽快走 第一 他有没有意愿走 如果他要走 早已走 第二 你走得掉吗 就算你走 你今天去机场 你是不是真的走得掉 这是第二个问题 所以说这些东西的人 大家想想 说是容易的 早要想好几饭的东西 自2002年被捕获准保释后 欧家伦几乎每天都会在社交平台跟大家说 早晨报平安 即基本上每天都是报平安 在邮家onleaf的消息传出的早上 欧家伦发布一条在水中拍的影片 提为炮影 他写上 听说人不能踏进同一条河两次 你看看 间到薄布底的气泡每次都不一样 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简简单单说声 早晨 欧家伦 即是说每一个人的人生的体验 都是一刹那的光辉 一刹那的光阴 之后世界又不一样 欧家伦是中文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专业顾问 主要负责教学工作 根据课程简介 原定今个学期他会教授学士课程 新闻学道论 传播法律与道德 和碩士课程 广播新闻 他里面的内容 大家都知道有个时间表 帖了出来的 翻查学院的网站 原本上个星期六 三十一号 欧家伦的售货未有以上 但去到星期一 即是九月二号 欧家伦在学院的个人简介 突然更新为 Onleaf 他是professional consultant 至于三科的导师一栏 亦不再见欧家伦的名字 新闻学道论这一科 只见教师一栏写上 teacher 那谁去教这一科 再寻 总之就不是欧家伦 欧家伦说 没有回应 不回应 其实对他来说是最好的回应 大家也不需要迫他回应 大家明白 至于中大就回复说 欧家伦是因为个人原因申请休假 我就说 其实因非个人原因被休假 那校方已经作商认安排 相关课程不受影响 即是说很多学生都很好奇 我知道很多学生都是想听欧家伦的课 想听他的课 但是没办法 想学做记者 想真的好在这个逆境之中 做一个好记者 但是大家都知道 现在时不我语 大环境之下 全部遍布红色的红友 你要做一个记者 你要经过几番寒切骨 而欧家伦还有很多的前辈 都经历过这件事 有些已经离开 有些没有离开 继续撑 撑到某个位置 被人秋后再算账 这件事就是香港现在的情风 在欧家伦突然休假的前几天 《立场新闻》 《村谋发布线动开密罪备判罪成》 《裁定据线动意图》的11篇文章中 欧家伦佔四篇 包括以下四篇 《2020香港申辞》 《村官袍戴假法》 《演一台烂戏》 《煽动作为一种法律武器》 《灾难现场》 四篇内容都是 《港版国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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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玩每一個在香港的異人 行公義的人 而這些人是無辜的 而他用鬥蜥蜀的方式去玩這班人 这个就是共產黨的邪惡本質 例如在川冠袍戴假發演一台冷氣的文章里面 歐格林主要批評港版國安法的適用法是過闊 而且特首嚴選國安法官 令人質疑法官是不是可以独立公正處理案件 法庭就大幅蝙蝠地反駁 認為歐格林除了投訴之外 沒有任何實質的證據 又說歐格林不是律師 當然他可以撒取法律意見 更可以做研究 其實這件事和律師無關和法律無關 是和政治大石砸死蟹 黨國的命令有關 但他從來沒有指出港版國安法的條款 含有哪些條文和其他國家不同 或不應該存在的法律 你不指出就說你沒有講的原因 所以你就煽動意圖 是不是這樣呢 前立法會議員 歐澳洲執業律師許智峰估計 歐格林的文章未裁定他煽動性 是突然暫停教學的原因 許智峰說 我也覺得歐格林正在危險的境地 當法庭將他的文章判斷成煽動性 其實在案中的大狀都說過 文章本身不是煽動 一定是寫的人 很容易政權可以針對他 說他有煽動意圖寫的文章就發佈了 說你有煽動意圖就是有煽動意圖的了 無論會拘捕或檢控他 我覺得都是一個可能性 許智峰估計 歐格林的優價不是自願的 即是和我的想法完全一樣 甚至可能學校提出要他優價解釋和處理這些問題 究竟是否有煽動 他的看法是怎樣 這個都要讓他回答 其餘七篇被裁定 據煽動意圖的文章 有兩位作者受訪者 因爲其他案件證身陷牢獄 除了一名匿名的受訪者未知狀況 其餘作者受訪者已經流亡海外 只是如下歐格林刑在香港 雖然歐格林並非立場案的被告 但他在2022年4月 被國安處以涉嫌 全謀發布煽動開密上門拘捕 其後獲准保釋和扣留護照 所以我說 欲加之罪何玩無辭 香港的險地有很多異人 例如歐格林 都會受到肯定很大的影響 另外當司法案件一定要講到的 就是關於林景楠 四十七人案求情 今天已經結束了 最後這一批求情裏面 有呂志恒 也有林景楠 林景楠是甚麼呢 阿布泰的老闆 他做了些甚麼 其實有關注香港司法新聞都知道 不需要我再說 但被告林景楠說 今天繼續求情 所謂求情就是陳情 而林景楠說 自己參與初選 是中了其他別有用心的國家團體 和人的計謀 和人的計謀 是他中計 即是很少 這個人呢 絕對此之以備 他是控方的這個證人 金手指 也都用第一個時間跳出來 或者甚至還未進入到司法程序的時候 已經不斷地說 一些是對黨的策略說法 這個策略說法 我覺得你自己拆爆它 但這件事第一 你為甚麼要做金手指呢 這個我沒那麼反原諒 你不是繼續拆共產黨好 共產黨妙 共產黨呱呱叫 說到這些東西 沒人相信了 但是你今天 林景楠 你今時今日做這件事 想怎樣 想重量 那你想重的量 是不是想重回 跟紅色勢力 共產黨勢力 可以在泰國 中國 香港 不斷中橫披合 然後繼續發大財的量 這個就是我覺得非常可怕 否則你不需要 把所有禁骨給禁辱麻 那麼侮辱人性常識邏輯的說法 甚麼中了其他別有用心的 國家團體和人的計謀 怎麼搞錯 林景楠的大狀就說 林景楠選擇成為控方證人 應莫大幅減刑 但被法官質疑 代表林景楠的大律師的范凱傑 他在陳情時又強調 林景楠沒有參與組織初選 沒有出席協調會議 沒有簽署幕落無悔聲明 沒有出席任何記者會 刑責應該屬於其他參加者 應判處三年以下監禁 又強調林景楠在2020年6月底 才正式參加初選 屬於遲來的參選人 而他在審訊日首日認罪 其後以控方證人身份出庭作供 根據《國安法》第33條 符合三宗情況 可以被重慶處罰或減慶處罰 罪行較輕的就可以免除處罰 這些我不會爭議 我爭議就是你需不需要去到這樣呢 說到這麼過態呢 你剛剛說的這些東西 你說你已經認罪了 是吧 應該是符合三宗情況就是什麼呢 立功 你即是搓別人的東西 自首立功等等的東西 就可以減輕或重慶處罰 辯方之後引用這個減刑的條文 向法庭呈交林景楠兩份證人口供 展示他為本案提供的協助 不過法官就指林景楠的證供 主要是提及他本人的參與程度 辯方最後在法官的追問之下 確認歐樂軒趙家賢另外兩個金手指 兩人認罪和林景楠無關的 即是分開的 是你林景楠自己列自己上以後呢 繼續賺錢快點出去呢 繼續去中港和泰國賺錢 於是你就繼續呢 我是中計的 法官陳令慧更加直言 不認為林景楠有提供實質的協助 質疑辯方指出你知道嗎 你是到要求減刑一半 辯方就強調 林景楠出庭公術所知的一切真相 他自己和家人因而受到極大的壓力 家人要在泰國暫備封頭 又說林景楠是這件事而已 關人物事 好多人都有這樣的情況 又說林景楠莫保釋之後沒有虛度光陰 參與有關國家安全的課程 了解作為香港市民保護國家安全的責任和 又建議法庭判刑時 應該殺取社會服務令的報告 不過呢 李韻騰法官直言有關建議 即殺取社會服務令有些不太現實 因為本案情節禍於嚴重 法官陳令慧更提醒辯方 有時請求過輕的判刑反而對當事人更不利 最終更高聲明 更高聲的明言 容我這麼說 這個陳詞已未拒絕 又說由於林景楠是在開審首日認罪 因此最多只能獲得五分之一的減疫 而在庭上爭議期間 在被告男的林景楠一度低頭涼狗 平在散庭後 眼看泛紅 即是走在庭外一角背對他人色女 我覺得這是非常沒有膽怯的表現 你看看何貴臨 OK 你看看周家成 和他的女朋友 刘永康和他的女朋友 我再不讲其他的人 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人 你林景南 我只是这么讲 需不需要自己挪拦 面对面自干 你问我 他的恶性 欧乐迁和赵家然比 哪个恶性大一点 我认为欧乐迁和赵家然 恶性大一点 林景南在那里 吞面自干 是我坏 我恶特 整个形象 47人的形象 有一个这样的老鼠屎 但你问他 有没有做控方证人 有 这就是我对他最大的指控 他不应该做控方证人 但他既然做了金手词 他承受得到我 和其他人的指责 但他公述的东西 是不是就是对于 整件事很关键作用 不是 真是一些金手词插到应的人 就是赵家然 和欧乐迁 对于Benny 对于其他参与的人 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入罪根据 林景南能提供的东西不多 但他的东西吃伤难看 整件事 他的破坏性存在 但不多 这个我指责他的地方 但整件事他说到自己 对面自干 这个没有道德问题 但是 很噁心 就是说你是不是之后 你想随途后继继续东山再起 这个才是我的指控 辩方大律师范凯杰有读出林景南亲自赞写的 《求情信》的部分内容 提及自己2021年1月因为本案被捕之后 一直未认清真相 没有意识到参加初算的严重性 不明白初算的举行 对社会带来严重负面影响 而在等候审讯期间 通过接触其他朋友 不同观点的资讯和评论 透过反复论证 明白到自己当初参加初算是非常幼稚和愚蠢的行为 结果不会令到香港的社会变得更好 而只会令到这个社会变得更加撕裂和混乱 甚至会造成危害国家安全的后果 他说认识到参与初选 最终可能令行政长官下台 其实是忠了其他别有用心的国家团体和人的计谋 更认识到自己作为一名商人 应该努力透过国家的支持和经济联系 使香港社会的经济更加繁明和社会更加发展 而不是参与政治里面 企图令香港成为反中分子的基地 他说透过深切的自我反省 意识导致2019年起 社会上的撕裂我确实要负上不少责任 因为我是黄色经济圈的领头者 我深深悔究和反省 并且信中引述国家主席习近平 2022年7月1号的讲话 当中提到香港不能乱也乱不起 我自己听到有关的呼唤 深切反思过去所做的一切 发现很多香港人包括我自己 一直受了很多海外势力和网络传媒的渗染 间接成为反中乱港的一份子 因为以上的反省 所以我主动联络警方国安处希望认罪 因为认罪才是最真诚的认错 让我可以在日后继续为社会为国家作出贡献 我亦都感谢控方让我成为证人 让我可以把我的所知所闻一一公出 信中结尾就是这样写的 我知道颠覆国家政权是非常严重的罪行 但我希望法庭能够宽大考量 因为我让我履行作为父亲的责任 治活三位小朋友和家人 抱怨他们成长 我希望法庭考虑我是初犯 我坦白承认罪行 和在案中参与程度较低 吸引机会让我重新投入中泰港山地 用实际行动 抓住香港由志及兄 与世界接轨的机会 说好香港故事 说好国家故事 继续促进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为香港和国家出力 出力 最后我希望在此求情顺的结尾 向中央政府特区政府 尤其是香港海关和香港警队 以及所有被我影响的市民 真诚道歉 我觉得何必呢 这件事的话 连李运腾都觉得看不起你的 减减你的毛 他看完之后看不起你的 那你掩面绝一是你自己的决定 但是一个大男人 我知道你为了想见家人 但是要不要去到这样 你不用做到这样 其实你基本上的情况 你的处理是一样 你以为这样一样 可以免刑拼 各位 你基本上完全拼错了 你今天你绝一 你就知道什么情况 所以我说看到这些情况 相当令人垂垂 令人暗然 但是这件事呢 也都是随着吕之行 以及林景南的陈诚结束 所有陈诚的结束 等待法庭去摘旗 去宣判了 他们的刑罚 OK 那么 等吧 今年可能稍后就有结果 OK 至于这件事之外 还有一件事 我将跟大家分享 就是有人想告苹果日报 告苹果日报 苹果日报不是撕了一盒吗 是的 真的是告苹果日报 这件事在亭刊上有这样的文章 有这样的一个说明 苹果日报两家公司 在2019年 被中国创新投资行政总裁向心 和妻子 公称入品 控告诽谤 应该叫公称 就是向心和公称 入品 控告诽谤 当时是2019年 当时美作 说苹果日报在该年发布的七篇文章 涉及诽谤和失审内容 要求法庭班领禁制苹果 继继续发布相关文章 并作出赔偿 五年时间 案件今天在高等法院审理 奇不奇啊 奇到爆了 苹果日报是没有代表出庭的 赤马近 谁代表名 拾了 这间公司已经玩完了 他的资深完全没有冻结 你诽谤是告他民事的嘛 你告他民事的诽谤 你告个公司 那当然是民事的问题啦 不是刑事的 你找公司的 当然是刑事的 是民事啦 民事的杀償 喂 苹果是没有钱可以动用到 给你资偿的 for what 你想为自己称语 看看 苹果一方没有代表出庭 向心夫妇先后作公 说台湾当局曾就共谍案 而对两人展开调查四年 但当局在2023年 已经决定不再提起起诉 不起诉 撤销两个人的离经限制 就让他们走 这件事呢 我觉得非常QK的 我只是说呢 台湾做这件事呢 是一个污点来的 我不会认为这件事呢 向心和公称是清白的 好了放他走 最近法官的潘兆彤呢 在六个月内要颁下判辞了 整件事是怎样的呢 原告 就是中国创新投资限公司 向心公称 本案七名被告呢 就是开始的时候呢 分别是苹果日报有限公司 苹果互联网有限公司 就是两家苹果公司 后面有罗伟光 有那些空巷公司 The H Company Private Limited Fairfax Media Publications Private Limited Nine Network Australia Private Limited 和王立强 庭上就是今天透露呢 原告方原先已经和第三被告 就是罗伟光 和解 另外四名被告就是海外被告 原告决定不再提控了 施加五年了 后面的第三被告 一直到第七被告呢 全部都不再提控 现时的诉讼呢 只是针对苹果两家公司 所以刘伟光和王立强不受影响 现在讲的是苹果两家公司 好了 针对七篇文章 就说苹果日报当时候呢 就评谤他 就说他们两家是共谍 法官潘少彤表示呢 早前收到被告一方 来信指将会缺席聆讯 但也都没有传当任何证据 法庭会在被告缺席之后 继续审讯 你告不就告咯 你要的是什么呢 你要求的是说 你第一要人家呢 去这个所谓的赔偿 还有 禁制苹果继续发布相关文章 什么叫禁制苹果继续发布相关文章 苹果日报已经没有再营运 它没有网站 也都没有苹果日报这件事 发布文章的嘛 你不是禁制大家发布你的文章 你是禁制苹果日报继续发布相关文章 苹果日报已经没有再发布相关文章 何来说禁制它继续发布相关文章呢 它哪个网站是发布你的文章 你是不是老生什么的 你2019年的时候是 但今时今日没有了很久了 game is over 你这个诉讼根本上没有根据的 接着你说作出赔偿 你知道拿不到钱 因为全部的钱被人封了 你怎么拿钱呢 还有真是要被苹果还钱的人大有人在 也没轮到你了 那你的目的是什么 清语而已 就是你这个向心和公称 就希望在苹果日报这个被告 决席审讯的情况之下 告赢这件诽谤案 之后还他们两个个清语 但我想问你 你今时今日要求取这个清语 你根据什么 我当时我们两夫妇运到台湾 查了我四年二年二三年 最后不起诉处分 还撤销警管离境限制 可以出境 证明我不是共谍 你凭什么去引用台湾法院 这个你不承认的司法管理 你不承认的一个国家 你不承认的一个法院的裁权 然后说台湾法庭说我不是共谍 所以我不是共谍 哈哈 你苹果日报说我共谍 你错 你违反了台湾法庭放我走的这种决定 或者检方不是法庭 控方放我走的决定 各位 台湾不起诉你 不代表他对你的无罪认定 可能是当时他跟中国 有些交换条件 你放哪个人 换我放这个人 不代表我对这个人宣告无罪 第二件事 你凭什么说香港这个伟大的中国 你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不合分那部份 那你为什么要相信一个根本不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管核的台湾法院 台湾地区法院 你认为台湾地区法院 所做的判决呢 你承认的根据是什么呢 你是不是想勾结外国势力呢 勾结境外势力 所以破坏了这个国家安全呢 向心公称你们的理由何在呢 你凭什么引用台湾法院的判决 台湾法院的不起诉处分 解除离境限制 你作为你不是共谍的根据呢 那你是不是共谍 各位最根本的一件事 是诽谤吗 共产党不是伟大光明正确吗 做共产党的间谍 帮一个伟大光明正确的人 做一些间谍的事 就算是假的 但你说给大家知道 你很聪明 譬如说今天 哇 各下呢 升穿梭机去到这个太空 真是最世界上第一个星空的太空人 那这件事当然是假的 但我请问我说假话 是不是诽谤呢 不是诽谤 诽谤是要侮辱你的人格 贬选你的名语吗 我不是侮辱你人格 贬选你的名语 怎么叫诽谤呢 请问你做共谍 何来在共产党治下的法庭 何来贬选你的人格 你是伟大光明正确嘛 那么伟大的党做它的共谍 Good 怎会是一件坏事呢 你觉得共谍 你是共谍 就等于是侮辱诽谤你 是加陀兰水盖给你 他官面给你啊 魔鬼 你说你告这件案件 说评估一部诽谤 本身就是一种侮辱共产党 反而是什么 颠覆国家政权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不维护国家安全 煽动意图罪 违反国安法 违反23条立法 违反旧的煽动罪 即是刑事状条例 全部拉去坐牢 数罪并罚分期执行 终身监禁 如果要给一个期限 一万年 所以我就说 这个向心公称的夫妇 你这个老是否生糞 所以一个人已经DQ 不用请律师 我出现律师 你不需要请律师 用常识就已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他就说 向心同公称 今日先后出庭以普通话作供 普通话作供 两人都确认台湾当局 因为共电案对两人 指向调查四年调查之后 2023年决定不作起诉 不调数处分 并且同年的10月12日 撤消两人的离境限制 亦获归还财产 原告方就强调 两人被限制出境台湾多年 望法庭裁决时一并考虑在内 关什么事啊 法官潘兆彤听完陈词之后 将每六个月班下的判词 我就看看这个潘兆彤 是不是就是 真是好像我这样说 判这两个人就是败数 如果你判这两个人胜数的话 那我玩了 你就是根本上侮辱共产党 共调是什么诽谤 共调是叻 即是你是CIA来的 你是FBI来的 在美国来说是good的 是美国警察来的 你是美国CIA的 在英国来说 你是M.I.6 M.I.5 即是你叮 M.I.5 叮 叮 敬人 你不是 都不是侮辱你啊 所以我就说 这帮人fuck的 唉 算了 即是我就说 明白的就明白 不明白的就明白了 OK 我们下一集再讲其他议题 对 对 对 谢谢观看